各位親愛的各位我是胡子 歡迎來到胡生若夢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新的工作室啦 OK那我們現在人在位於大雅的新工作室 那現在幫我掌勁的呢 是在未來這一年內 會跟我有密切交流的 黃小潔 哈囉各位我是黃小潔 耶 沒錯這邊就是他的工作室 那我的工作室呢 在二樓的部分 那我們在上面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一樓的主要工作區 我們就進去吧 Open 我真的是別有洞天耶 那前面一個店面 然後後面 然後整個 藏超多東西 好那因為黃小潔 他本身是一個空拍攝影師 那他也有在進手一些空拍的設備 所以這邊呢 擺的就是 那些產品的展示 我只有看過這一台而已 這台是Mini嗎 Air Air Mavic Air 對不起我怎麼做超費 然後這裡有一台 這台是什麼耶 超級大耶 這台就是有出現過在那個 體感飛行器那一集影片中 那一台最大的空拍機 它是主要是來拍電影用的 對對對 因為拍電影要 背那個電影的 關用設備 真的耶 你看這邊 它底下雲台超級大一顆 這可以直接裝一個單眼上去耶 沒錯沒錯沒錯 那方便問一下這台多少 這台大概空機二十幾萬 好OK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邊 這裡有一個花小節的 收藏品展示櫃啊 你是超級愛鋼鐵人對不對 沒錯而且我花了五年 才收集到現在這樣 是耶 等一下我對鋼鐵人留一點名很久 你再幫我介紹一下吧 這個是 那一支是 馬克二號 那這個是什麼光劍版的 那一台呢就是在那個 之前 鋼鐵人二跟鞭框打的時候 他穿的那一台 真的耶 它這邊還有被它消掉的那個贊成人機耶 對 那這邊這整櫃裡面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我最喜歡浩克毀滅者吧 那一支我從預購付的錢 到現在我等了三年 它還到貨 哇超有愛耶 再幫我問一下 這一台多少 那時候預購一下好像兩萬多 那現在瘋狂標準 好像三萬多塊 對因為HARTOY的玩具就是 它就寫兩盒 就好像就出了好 也想說出個幾千次 然後就不錯了 那我都想說什麼 不要不要不要 四個坑 好 OK 那這邊除了 DVN的人收藏之外 這邊還有一些 這是你練的作品 對 這就是3D練的作品 後面那個娃娃也是嗎 SD娃娃是日本一個大師送我們的 因為它是用我現在在用的那個 阿騰那個機台 它的原型的娃娃 都是用那台機台做的 不過比起後面的娃娃 我對這支赤手都很敬虧 就是我們的童年阿 對對對 我國中的時候就還在狂練那個 欸我真的有一度想要成為 其他人爸的那個電競捐手 真的嗎 但是我一下子就放棄了 因為我那個鍛鍊的過程實在是我受不了 那個很燒腦 真的真的 戰略遊戲 就是我天分沒有那麼高 要成為電競捐手是不滿 對遊戲也沒辦法 好 這邊就是展示區 那鏡頭一轉到這裡 登登 這邊呢就是目前還在一個設計中的攝影棚 對然後我們後面這邊 接下來會掛一個那個布臉 黑的、白的、綠的、灰的 掛下來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拍一些開箱阿 拍一些talk阿 拍一些什麼東西 接下來呢就帶到我們不要的工作區 這邊有一個休息用的沙發 上面有一支 等一下這個我認得 這是IKEA的 這邊就是我們的電腦工作區 這邊是黃小姐的位子 這是我的位子 這個是黃小姐的頻道 左賣REX跟第幾位子 而且你看 後面這邊 到處都是空拍機耶 真的不愧是空拍機的專業人士 欸對耶 你們有在修嗎 因為我們家本身是在賣這種器材的 所以這邊算是維修總部 然後健保的鍵在那邊 健保的鍵在那邊 那裡 喔!我看到了 這邊是 看看什麼時候再有接到業配 我們就可以來拍第二集的這個大鍵 我們要拿這個大鍵對決 酒精火鍵頭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 迪士尼漫威授權的1比1 鋼鐵人的道具裝 這真的是等身耶 對它可以穿 我可以 蛤?可以穿? 是 我可以穿嗎? 可以啊 欸?那我要穿?怎麼穿? 就跳進去就穿好了 好舒服喔 等一下 這個是鋼鐵人的視野嗎? 我什麼都看不到啊 等一下我手沒辦法彎啊 超級舒服的 超級舒服的 我現在的手腕這邊 因為要讓它可以活動的關係 所以裡面有一個矽膠套我沒有穿起來 然後 我的那個 肩膀這邊也有一個矽膠套 反正就是我露穿的一些零件啊 不然 我應該穿不下去 對,因為我最近比較鬆散 所以 這個就是 真的可以穿的1比1等身大的鋼鐵人 我先穿起來 這把這邊穿什麼玩的我裝 這個是 殘葬鋼鐵人 這個是已經當機的鋼鐵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這邊 就是我們的 3D練印區 這個各位之前也不陌生 我們之前有來這裡做過一些東西了 這是我們最基礎的3D練機 然後那邊好像還有一個非常高級的小鋼鐵人 最近才開過箱的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光固化3D練印機 對 對 大家很好奇的錘子 對 大家很好奇的錘子 那錘子是怎麼來的啊 錘子也是用3D練印的嗎 對 印了10件拼起來的 喔 我覺得3D練可以印像拼圖那樣子 就把它拼起來的意思啦 那3D練練完了之後呢 這裡 這是我們的 手工作區 這是製作區啦 你看這邊就是 牆壁上都是零件 之前也有來這邊做過 之後呢 我在樓上那邊 也會弄一個這樣的空間 讓我們就不用 每次都跑下來 跟小姐搶東西 這邊 有夠難走 而且屁股都一直夾到 超痛的 這裡也是工作區 這邊是工腔 焊接 還有很多我沒有看過的機具 上面也是 這個之後我就慢慢研究 這邊有一台 這也是3D練印機嗎 對 這個是大台的3D練印機 什麼東西啊 那是小型的 雷射切割機 喔 這就是雷射切割機 喔對喔 但是它是小型的 這顏色是 材料器吧 那是 那是客人空拍機的代修區 大家都在排隊 對 這裡就是我非常期待的 雷射雕刻切割機 超大一台工業用的 有時候用它做出很多 很多作品 就是你們之前 看過那些 那些動力模型啊 之後我們就要在這邊 這裡設計 然後再來這台 我看都沒看過 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三軸CNC雕刻機 三軸CNC 所以這是切割金屬用嗎 電腦雕刻機 對切割金屬用的 喔 那我們現在繼續往後面看 後面這裡呢 有一個木工區 有一個 我超級想要的 叫什麼東西 木工台 木工台喔 我一個超級想要的 木工台 這邊可以切割一些 比較大的東西 然後後面 滿滿的硬槍 然後這邊 有切割機 切斷機啊 後面這裡呢 這邊就是我們的 噴漆區 這邊已經算是半個戶外了 所以那種 不適合在室內做的 什麼噴漆工作啊 在這邊處理 然後之前 去劍寶那邊看過那隻水劍龜的話 水劍龜的殼就是在這裡噴了 後面呢 這邊也有一個空間 這裡是後面有一條小溪 然後要噴水幹什麼的 就可以在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到二樓去看看 但是在上二樓之前呢 我要先把這個東西脫掉 不然你沒辦法上二樓 好 我空我空我空 哈哈 現在那個 內褲卡車的感覺 很奇怪 好 總之呢我們現在來到了二樓 也就是我個人會來的工作室啦 來 打開給你們看看 你看 黑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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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進 什麼都沒有啊 請進 對 這邊是整個空的 你看一下 迴雲超級大 而且好像前天 莫名其妙 這邊那個水管破掉 然後浮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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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整個挖開來 然後來就修好 我是超棒的 這個小劫自己挖的 重點就是 這個就是我之後未來的工作空間 哈哈 你看一直進化 剛搬來台中的時候 做一個小房間 然後後來 到菜家那邊的時候 有一個 戶外的洋台工作室 然後現在這邊 這個 超級大的工作室 那我們之後呢 我就打算在這邊 來弄一個架子 放東西 工作台 往這邊 攝影機 插這邊 往這裡拍 然後這邊就是架子 架子 架子 放了很多我的作品 然後呢 我最期待的後面這裡 你看 這個 這個簡直就是我們 國中理化客的那種 化學教室有沒有 我這邊來弄一些 防腐蝕的台子 然後就可以從這邊 開始怎麼樣 哇 搞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二樓呢 這邊還有一個 男女側 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居然有 男生的女側 反正呢 這個就是二樓的空間 之後應該會這樣子規劃 然後 我還有在想 你們可以過來看一下 這裡 這一面 這一面是水泥牆 對不對 所以呢 然後我之後想在這邊 放一些榻榻米啊 什麼東西 直接把它墊破 然後咧 我們都會給它一些 有沒有 很長的空間對不對 我可以 我怎麼有一種 不好的地感 我可以 直接從那個 樓底口那邊 放箭 直接射進來這邊 我就可以直接 二樓練箭 有沒有 就是我把旁邊的仙家人 怎麼都指開 確定這邊沒有安全問題的時候 沒事在那邊練箭 太帥了 我要找那個 SRY的附電來這邊 讓我規劃一下 哇 非常令人期待啦 就是之後的這個工作空間 感覺真的是太棒了 好 我們到一樓去 OK 那以上就是 我們新工作室的 簡單開箱啦 那因為現在二樓 就是整個都 兵荒馬亂 什麼東西都空的 我們現在還在樓上 還在整修 那地方待會兒要補起來耶 欸對 我們等一下就要補了 然後我們還要去把那個牆 整個填土把它填起來 然後重新粉刷 很多事情要做啦 然後這幾個星期也有 都是台中大雅 這樣子玩玩跑 真的是超級累的 所以那個我其他的影片 都沒有什麼時間拍 就是參加型YouTuber 耶 就是我的 遊牧型YouTuber 除水草而居啊 欸不過其實 這幾天我雖然很累 但是其實我這幾天 真的是感覺非常充實 我也覺得很充實 對啊我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都早起 對我每天早上 我們兩個大概都 可能七八點就起來 然後就一直做事做事做事 然後弄到 昨天弄到三點 我昨天弄到十二點 他比我很認真 就是每天都這樣子 素心臉魅 其實 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感覺了 真的嗎 對因為其實我以前 剛剛搬到台中的時候 有一小陣子有 可是一週三更 應該很充實 對啊 是很充實啦 但是會有很多時間就是 耍粉 想做事情 但是又有點 好像 不知道該有從何著手了 因為其實 他有各方面的限制 我大概有那種感覺 因為一開始 我也是一個人在這邊 這個緣分也是蠻奇妙的 真的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 我剛剛介紹認識的小潔 然後知道這邊的一個工作空間 然後才決定 我們在這邊繼續進修 所以這個 緣分真的是很奇妙 我覺得這個 緣分這邊真的很棒 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不要放棄 你就是堅持下去 那一段時間跟那一段 時程會到 對 緣分都會到 OK 好啦那接下來的這個星期呢 我應該會主要的時間 都在那種樓上 還有我那個 我新家那邊 對 我搬在大洋那邊 我住了一個新家 然後那邊我會把它 規劃成我個人的一個 一個休息空間 還有一個玩遊戲空間 我還是很想玩遊戲 我想要直播喔 我想要跟大家一起玩耶 我想要玩遊戲 想要玩直播啊 直播你說遊戲嗎 遊戲玩遊戲 我真的不在啊 沒關係 不在不在啊 觀眾搞不好還喜歡看你們在啊 那樣子 對啊 好啦那個就是以後的事 總之我就先想要把樓上搞定 弄到可以拍片 然後再來把我家裡那邊搞定 然後呢 我就要開始全新的 升級我的軟體 對 進化的胡子三點 好 那未來這段時間 也要 多多指教啦 多指教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完讚分享留言 然後記得也要去 黃小潔的頻道看一看啦 如果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就在旁邊這邊 OK 那我是胡子 他是黃小潔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Squid labbi 哇 哇 呀 喔 這樣